于怨期罹患直肠癌过世 而大肠直肠癌在国人十大癌症死因中排在第三 医师也示警 大肠直肠癌年轻化多半是跟家族遗传时有关 如果家中有一位以上一等亲家人有直肠癌 民众罹患的几率就会增加为一般人的两到三倍 也呼吁提早筛检定期检查 另外近年来大肠直肠癌年轻化趋势 营养师则提醒这跟民众的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首摇杯咸酥鸡样样都来 民众日常饮食不忌口 但根据国建署统计 台湾每年大肠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 大肠直肠癌更是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三名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除了日常饮食习惯不佳的偶发性患者 医师市警如果民众家中有一位以上的一等亲家属 患有大肠直肠癌就属于家族性直肠癌 发病几率是一般民众的两到三倍 而另一种风险更高的遗传性直肠癌 诊断标准是家族三代中 有三名以上的大肠癌患者 而且连续两代都有分布 同时最年轻的患者在50岁以下 就有这样的危险因子 而这类患者约占国内病患的3% 遗传性大肠癌来说 过去的报告告诉我们 终生离癌的机会可以高达40%到70% 如果家族成员有这样子的病史 可以提早到45岁或是40岁以前 想要远离直肠癌风险 营养师也提醒日常饮食中 像是高油高糖食物 加工肉品 还有重调味的腌渍食品 都是饮食大忌 建议他要增加一些 颧骨杂粮类的摄取 然后增加一些高纤维的蔬菜 或者是水果 对于他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强化能力 跟抗氧化的能力 其实是比较好的 提醒国人即使年纪不到 也该定期筛检 日常也要注意饮食 及自身的排便状况 即时发现持肠癌早期症状 把握黄精治疗时间 记者陶医生周围 姐太有报道